停车场入口挂着大大布条 上头写着机车8小时收30元 却有民众扑网控诉 停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收了120元 发票上停车费120元 让男子气炸表示 21日到嘉义某电影院大楼下的停车场停机车 不到半小时准备前车缴费 没想到却被柜台人员告知 外来车要缴120元 男子表示停不到半小时 布条也写最高30元 柜台却说30元是旧的规定 现场却没有告示 直到男子出停车场后 才发现门口放了一块小黑板 写专用停车场 临时停车请勿进入 让他当场傻眼 这是我们真的有员工的一个助手 所以我们会退钱 会会会 你现在主动在联络他 饭店表示停车场是饭店专用 不开放临时停车 对于标示不清将会赔偿 目前已经联络厂商更换补条 只是还来不及换 就让民众看得无萨萨 白白吃了门魁 记者侯国文罗萨瑶 嘉义报道 系统里面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力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呢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Go